如果你还在幻想通过中国股市一夜暴富 那么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 我曾经也是这样想的 并且还投入其中 如果你曾经在中国股市中奋斗过 你肯定知道那种大起大落的心跳感觉 大家好,我是墨镜姐伊丽莎 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 不仅有我一路从暴富梦想到暴亏现实的心路历程 还有揭示那些你一定已经忽视的危险信号 过去几周,中国股市再次震荡无常 很多人已经陷入了被收割的噩梦 你可能还在观望 但下一次波动就可能吞噬掉你辛苦赚来的财富 千万别等到最后才发现 自己成了这台巨型绞肉机里的又一个牺牲品 如果你觉得中国这棱股市是大机遇 就在评论区打上111 如果你觉得是大陷阱就打出333 我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你们的看法 前两周我做了一期中国央行积雪大招 史上最危险的救市的影片 坦白说救市这个词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就像通过股市刺激消费一样 你真的以为资本流入股市是为了救市吗 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 而不是慈善 镰刀一出 韭菜隔头 不想被割韭菜 就要像我这样懂得如何省钱 年底的旅游季又要来了 你知道怎样才能买到最划算的机票吗 很多航空公司会根据不同国家的消费率和汇率等因素 提供不同的票价 所以每次买机票前 我都会使用ExpressVPN 改变我的IP地址 比较不同国家的在线价格在下单 同样许多电子商务网站也会根据你的IP地址 你的在线行为和购买历史来进行调整在线价格 所以网购时打开ExpressVPN 我就可以拒绝这种动态定价 而且还能享受到一些当地的优惠呢 更重要的是 ExpressVPN的加密技术是银行和政府都在用的级别 购物或者连接公共WiFi时 有了它来加密我的网络数据 保护个人资讯 我完全不用担心了 ExpressVPN操作也很简单 一键点击就可以了 手机iPad平板电脑智能电视都可以装上 点击视频下方我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 slash sunglass assistant 就可以获取独家优惠和额外三个月的免费服务 试试吧 感谢ExpressVPN对本次节目的赞助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 除了资本的本质属性 中国股市的起伏更多受到政治 历史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导致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财富绞肉机 投资者进场后往往血本无归 回顾历史 历史的非正常上涨早已发生 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 股市从2014年7月的2185点迅速飙升到2015年5月的4500多点 经历了一年的快速增长 但随后又在短时间内急速下跌 到2016年2月跌至2600多点 几乎蒸发了一半的市值 现在的市场情绪和2015年股市崩盘前的氛围何其相似 那次多少人被割韭菜至今还没有能恢复元气 关键是为什么明明知道前面是火坑 还有那么多人非要跳下去呢 大家都知道这种狂热来自中国经济政策的猛药 只是这季猛药真的能让股市或者经济起死回生吗 我们来看看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中国经济疲软已持续超过一年 市场对刺激政策的呼声越发强烈 然而官方却一直保持静观其变的态度 过去的一些领先措施虽然推出了 但效果平平 进一步削弱了外界对政府决策者的信心 此前的政策就像在挤牙膏 但这次政府终于大力度出手 祭出了一整套强有力的刺激措施 北京的经济策略从低冠式支持变为猛药治疗 有报道称 当局甚至在考虑发行2万亿元的特别国债 以刺激消费 并可能对多孩家庭提供补贴 这些动作显然带有福利政策的色彩 那么9月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当局忽然放弃了之前的定力 转而积极应对经济挑战呢 其实当前的多重压力令人无法忽视 中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期 就业前景恶化 居民收入预期下降 这些都使得内需萎缩 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持续低迷 也削弱了民间的信心 此外 地方政府债务高涨 为增收外推行的税务倒查 打击了企业家的情绪 进一步加深了市场的悲观预期 10月12日 中国财政部开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政策会 其实就说了3点 一 如何划地方债 二 如何稳房市 三 提供特殊人群补贴 大家听出来了吗 每一条的核心其实都是在治病 而且是大病 但是很多中国股民却希望能够强身健体 还真没有到这一步 即使病好了 消费是不需要去刺激的 而且这个政策会也没有出台具体的措施 就像医生告诉你 我们打算这样去治病 至于到底怎么做 不知道 那这个病能很快就好了吗 即使退一万不说 这个药真能要到病除 股市进入牛市 你就真的能赚到钱了吗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要在股市中赚钱 首先得有一个健康的牛市 而不是一头人造的风流 中国股市的模式是快牛慢熊 牛市很短 忽然上涨像火箭一样 让你措手不及 而熊市则非常漫长 股市持续低迷 很多时候 当你还没有来得及入场 股市就已经见顶了 然后马上开始漫长的下跌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这种波动非常大 节奏极快的市场 赚钱机会 远少以亏钱的机会 往往很难把握 那么 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牛市呢 一个健康的股市 通常是漫牛快熊的模式 股市会长期稳定上涨 而遇到金融危机时 会短暂快速下跌 例如美国股市 它的总体走势就是这样 长期获利机会较多 亏损期相对短暂 所以赚钱的机会 大于亏损 其实 这需要几个核心条件来支撑 一 经济稳健增长 牛市通常伴随着 稳定的经济增长 和强劲的内需 健康的经济 为企业盈利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 而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 是股市上涨的关键 可是 看看中国目前的情况 前八个月的工业 消费 外资 房地产指标 都在拉紧抱 各大投行也纷纷下调了 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这样下去 官方如果再不采取行动 基本上就等于 放弃了5%的增长目标 这种有定力 可不能变成躺平 二 低失业率和高消费力 低失业率意味着 大家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 这样消费才能回暖 形成良性的循环 但根据最新数据 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 在八月已经达到了 惊人的20%左右 这不仅反映了就业市场的困境 也直接打击了消费信心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流行着降级消费的话题 大家都在分享 如何要精打细算 消费力不足 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 进而影响股市的长期表现 三 资本持续流入 在流市中 国内外资金不断涌入市场 这是推动股市上涨的重要动力 虽然最近中国宣布了5000亿 甚至上万亿的刺激措施 但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资者 却对中国经济政策和市场前景 持观望态度 许多知名投资机构 如景顺 摩根大通 汇丰 以及野村控股 都对这波反弹表示怀疑 外资可能会等到经济数据好转时在行动 野村更警告股市可能会重蹈2015年的覆辙 此外 过去一年多以来 至少有18家国际巨头从中国撤资 这与真正的牛市 外资大量进入 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更糟糕的是 上市公司十大股东 在这波行情中 全在疯狂减持 大概有100多家上市公司都公告减持 春江水暖压险支 如果这些企业对未来有信心的话 又何必跑得这么快 股市应该是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 但中国股市大涨 真正的幕后控制人都把资金套走了 根本没有把股市里吸纳的资金 用到实体经济里 实体经济的投放不足 然后还去大搞股市 这只是把目前的问题拖后了 就是本来应该萎靡不振的股市 像吃了芬太尼忽然间兴奋起来 必将伤害它的整个中枢神经 未来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四 政策支持和稳定的宏观环境 政府的政策要稳定且有效 市场需要对政策的连贯性和透明度有足够的信心 而在中国三个月前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5日 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讲话 针对持续恶化的中国经济 他以中医的概念解释称中国经济需要顾本赔源 不能下猛药 9月24日 中国央行忽然放出降准降息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猛药 两天后 习近平又主持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 经济形势确立了这次旧经济的一揽子大型刺激经济政策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次经济政策大转弯 就像2022年底 中国忽然取消了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 当时一度使中国陷入了新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医院措手不及 无力应对大量感染者 而这都是因为习近平的极权做法 导致有效政策迟滞推出 谁也不知道习近平哪天又脑袋发热 想出什么新的招数 继续折腾老百姓 果然10月8日 因为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简报中 没有提供有关进一步刺激措施的细节后 中国市场的涨势失去了动力 可以说 中国当前并不具备支撑长期牛市的基本条件 我和我在国内专业炒股和证券公司的老股民朋友聊天 大家都联想到2015年内伦流逝后极其惨烈的股灾 大家私下坦言 脱离基本面的暴冲不可持续 现在中国股市已经大不一样了 你看我周围的小张小李这两天都赚疯了 是的 我必须承认这一波的行情中一定有人赚翻了 股市不挣钱的话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里面屡败屡战呢 但是能在股市中真正赚到钱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让我们从美股和A股两方面来看看 根据一些研究 在美国股市大约20%到30%的个人投资者能够直线盈利 而这些投资者通常采用长期策略并且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相反大多数人因为频繁交易 过度投机或者追涨杀跌等不良投资决策 最终都亏得抵朝天 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在中国股市能真正赚到钱的投资者比例就更低了 只有大约10% 这主要是由于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造成的 一 市场波动性大 中国股市波动剧烈 受政策经济变化和市场情绪影响很大 这使得许多短期投资者和投机者难以预测市场走向 经常在频繁交易中陷入泥罩 结果是亏损惨重 虽然中国股市的历史不长 但重大股灾至少有四五次 这让人心惊 二 散户主导市场 中国的散户投资者约占了70%到80%的市场 他们往往缺乏专业知识 容易受到市场谣言和情绪的驱动 竟然做出不理性的投资决策 这无疑增加了亏损的风险 三 缺乏长期的投资观念 许多中国投资者更喜欢短线操作 渴望快速获利 而不是耐心持有股票 在牛市和熊市快速交替的市场环境中 这种短期操作风险极大 许多人因为追高买低而惨遭损失 四 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 这市场成立以来 它一直以为国企融资为主要目标 这使得整个市场的运行 与西方的自由资本市场存在的巨大差异 在A股上市的5300多家公司中 接近1500家是国企或者央企 这些企业在经营上往往背负着政策性任务 并不以盈利最大化或者股东利益为主要考量 这显然与散户和外资的期望不符 至于IPO和量化交易 这两项制度特别让散户感到无力 IPO的设计更多地偏向企业圈钱 而不是让市场平稳发展 量化交易则让散户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 对于缺乏先进算法和技术支持的普通投资者来说 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 像被机器人联合收割机割韭菜一样 难有喘息的机会 五 人性的贪婪 从长远来看 只有那些能冷静分析坚持长期投资 且不轻易跟随市场情绪的投资者 才有更大的机会在中国股市中取得成功 但实际上这往往是最难做到的 人性中的贪婪 使得即便是经历过市场波动的人 也难以抵挡再次入市的诱惑 即使能够及时卖掉股票 但是一旦卖掉后发现股市涨得更欢 就可能再次入市 然后看到账户里的钱在刷刷往上涨 哪里还舍得卖掉 如果不幸入市后股市开始下行 就更加不甘心 想要回本 结果就可能被套牢了 说到这里 一定有人会反驳说 即使是短暂的流市 我们只要能挣到钱 这就够了 这个没错 作为投资者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市场中赚钱 可是你真的知道在牛市中 能挣到钱的人的比例是多少吗 有别于其他股市 两亿散户股民是中国股市的一大特色 回到我们影片开头的故事 散户们都在摩拳擦掌 中国的社媒平台上 不管是不是财经博主 包括讲佛经的 灌鸡汤的都在讲股市 连菜市场买菜的大爷大娘们 都在讨论股市能不能挣大钱 更多的年轻人到处打听融资的方法 借钱也要冲入股市 每个人都想冲进股市 一夜暴富 财务自由 真是看得我冷汗直流 他们的心情我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憋屈了这么久 生意不好做 工作不好找 这千载难逢的致富机会 怎么可以错过呢 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 1992年 深圳股市刚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是通宵打蛋的排队 开户买股票 当时我还是学生 没有钱 就帮开户的人排队 挣点零花钱 最后还是受不了诱惑 好不容易说服老妈借我3000元 全部投入股市 当时股市也和现在一样 只要是个人 只要有点钱 随便买个股都是挣钱的 我刚开始也是眼看账面上的钱翻倍 那个兴奋啊 就又和老妈借了1万元 全部投入股市 哪里知道股票要卖掉了 钱到了银行账户才算是我的 结果 就如大家能猜到的 这钱最后亏的一个子都不剩了 这次的炒股经历 让我学会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第一 千万不要借钱 也就是上杠杆炒股票 30多年前 1万元在普通家庭 也不是个小数字了 好在我只是借了老妈的钱 没有利息 后来我也是需要打几份工 才能把钱还给我妈 第二是 千万不要追涨杀跌 当时我看到有一只股票连着几个涨停板 我就想总不会那么巧吧 我一买它就跌 还就那么巧 真的我买了它就跌了 第三就是不要赚自己认知之外的钱 如果你连一家公司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 就去买它的股票 不载你载谁呢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深圳证券交易所门口彻底见不到一个人影了 我还不死心 最后选择加入了期货公司 打算大干一场 我又亲身体验了一把资本坑人坑死人的故事 那就不是一两万投资的股市了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想聊 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请不要忘了点个赞再走 这是你对我最大的支持 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记得订阅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更多相关话题的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见